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輕鬆聊 我是林承映 最近的股市可以說非常的旺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些朋友就覺得說想進場 可是又怕說行情已經漲完了 萬一進場跌下來怎麼辦呢 在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怎麼樣去應付 怎麼樣去擬定我們的操作策略 怎麼樣去應付這個盤 所以在這一段影片就跟大家討論 這個方向 好接著下來我們先看看 在最近的話干擾我們的一些因素呢 就包括像是這種 第二次的疫情還會再來 我們看到美國好像越來越嚴重 那另外在中國北京的話呢 也都有一些疫情傳出來 不過行情的話似乎受到影響不大 還有包括像是南北韓 前一陣子的話和和平都受到影響 甚至於像是這個中印邊界的話呢 都還有一些衝突出現 所以股市的出現劇烈震盪 但是我們發現說呢 雖然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呢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這是台股啦 那我沒有放美股 不過我放台股我想可能投資朋友比較熟 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呢 衝高之後再回來 但回來的話呢 股市震盪的走高 那麼在我們錄影的當天 就是指數已經突破了 這裡的高點了 換言之 遇到利空 像這邊真的有跌 但是呢 好像跌個兩天 然後呢 再開高走低一天 接著股市 慢慢的把這個行情給推上來 似乎受到影響的話不大 那麼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是資金行情了 但是實際上操作的話 你我都知道是資金行情 但是實際上操作的話 又很怕說 萬一不小心進場的時候 正好遇到像這樣砰砰 然後殺兩根下來的話 怎麼辦呢 那在這裡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的投資策略和方式 我們看下一張的投影片 首先我們要了解這樣的觀念 就是呢 你的持股的金額 因為大部分人要進場的時候 不會一直把所有的錢都投進去 所以就會有你的持股的金額 等於呢 你要進場的總金額 去乘以你的持股比重 也就是說呢 你並不是一次把錢全部投進去 那麼所以就會有個持股水位的問題 那你的投資的損 或者是益 就是說換了你的賺的錢 或者你虧的錢呢 就等於當天的 就是或者是那一段了 整段的從你進場 到租場的這個漲跌的幅度呢 去乘以你的持股比重 我想這個大家都認同 對不對 就是你投多少錢進去 然後他後來的話就漲漲跌跌 那漲漲跌跌的話 再乘以你的持股的比重 就是你的賺錢 或者是虧錢嘛 好我們有這個認知之後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所以我這裡就假設了 我們如果用這個例子來跟大家來分享 好要跟大家所提的這個操作策略 我想我們各位朋友會比較清楚 我們看 黑五市呢他要投資股市呢他有100萬要投資 但他擔心會跌嘛對不對 所以他就先投了部分的錢進去 好我們假設是三成 那當投資組合下跌1%的時候呢 跌1% 各位跌1%差不多是什麼呢 指數如果是1萬點的話 跌1%就是100點 就是一個百分點 那他的虧損是多少呢 我們講說因為他的持股 就用剛剛的公式 但是即使不用公式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那麼你有100萬 結果你放了這個三成進去 好所以就放30萬嘛 30萬的話呢 那麼指數正好是跌 就是你的投資組合跌了1% 所以你是虧多少呢 虧3000 換言之我們知道說 哇你有這些錢 你進場如果遇到多大的跌幅 你待會跌多少 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所以呢 在投資的時候 我們不必一次把錢 全部都投進去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說 控制我們在股中 股市中間的水位的高低呢 基本上可以幫助我們啦 在跌的時候呢 不會虧太多 當然如果漲上來的時候 你有適度的加碼 那就能夠賺到比較多的利潤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試盤 嘗試一下盤 各位 所謂的試盤的話是 很多的專業的操盤者 或者是資深的投資者在用的 甚至有些主力 在拉股票的時候 他也會先試一下 比如說試一下上面的賣壓 或者是往下K一下 然後試一下 他這個股票的 這個籌碼是不是安定 所以就所謂的試盤就試試看 那先投入 那就我們一般投資者來講的話 你進場我們只是希望說賺到中間的利潤嘛 然後跌的時候呢 能夠 不要虧太多 我們講不虧錢是不太可能 但不要虧太多嘛 那所以先投入部分的資金之後呢 賺錢 就加碼 賠錢就縮手 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試盤先投一部分的錢進去 結果買了以後有賺到錢 就代表說你看對了 而且你買對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行情正在漲 那你看對了之後呢 你買的行情 你買的股票賺錢 這時候我們再丟更多的錢進去 但是如果說你賠錢的話呢 基本上就要小心了 有可能是什麼呢 有可能是行情正在跌 有可能是你買錯了 你買錯沒有買到主流股了 這時候就看錯了 看錯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試盤 對我們的用逐 就是說不要一次把錢 全部都丟進去 或者是全部買同樣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能夠幫助我們 在行情即使大漲或大跌 或者是出現劇烈波動 或者是你擔心它漲度會回漲 或者是擔心它可能會跌下去的時候呢 來控制我們在市場上面的 持股部位的一個虧損 或者是你的它的獲利 好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那因此我們這裡的話 再跟大家來強調就是說 基本上 我們賺的錢或我們虧的錢 叫做損益嘛 損益的話等於漲跌幅度去乘以 你的持股的金額 為什麼 因為呢 雖然說這個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公式 但是我們必須要跟大家強調 有的東西是你可以控制 有的東西是不能控制的 那我們只能夠控制 我們自己能夠控制的到的 好 我們掌握可以控制的變數 漲跌幅度 你買的股票當天會漲 還是當天會跌 還是漲多少跌多少 好大盤會漲會跌 各位你能控制嗎 不能控制 所以這個東西叫未知數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能夠做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控制我們持股的金額 這叫做可控制 因此我前面跟大家講的這個算式 它是一個很簡單 我想我們各位朋友 你可能自己平常就在算 好 那麼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公式 但是在這裡的話 我要跟大家強調的規定就是說呢 如果你擔心你進場買進會虧錢 那你可以先試盤 那先試盤的話呢 因為我們要控制我們自己 能夠控制的東西 那不能控制的東西 哇搞不好什麼大跌啦 或什麼二次疫情 或什麼衝突啦 會讓股市下跌啦 那我沒有辦法控制 病毒會怎麼跑 社會上的這些強權 這些政府的衝突會怎麼解決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未來 所以當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呢 要幫助自己的 要讓自己能夠趨吉避凶的 就是控制自己可以控制的 就控制你的持股金額 控制你的持股水位 好那我們再來看 下一張投影片 所以我這裡再舉一個例子 就說呢 這個人叫做帝國武士 他有一百萬 然後他投三成進去就三十萬嘛 三十萬的話呢 那假設他賺了一萬五就賺了 五個percent 那他決定 不錯呢 我經常買進有賺錢呢 我讓我再投十萬進去對不對 因為他他本來就沒有把 完全把錢投進去嘛 所以他是不是總共投了四十萬 然後他買的全部都是跟指數連動 我們假設啦 他買的全部跟指數連動的 那請問指數跌多少的時候不會傷到本金呢 因為你已經賺了一萬五 那你賺了以後你再把後面的錢丟進去 那後面的話你也沒有加到滿 就加十萬 所以呢就把這個一萬五去除以你 總共在市場上投入的錢叫做四十萬 那麼因此呢就是三點七五percent 因此如果 因為我這裡是假設你買的跟指數是完全去做連動的嘛 所以如果說指數在一萬一千點的時候呢 那他跌了四百一十二點的話 差不多跌了三點七五percent 在這種情況之下頂多就是一萬五被吃掉 但是你的本金就你的一百萬 或者是你投入市場的三十萬 或者是再加上後面投入的十萬等於四十萬 基本上本金不會傷 也就是說當我們賺錢了之後 再用賺錢的部位再去擴大我們的投資的話 那我們控制我們的風險 萬一萬一你看哇不小心跌了 跌了個幾百點 但是呢我們就是我們呢 原本賺的錢被吃掉了 但是本金沒有傷嘛 投資是這樣子很重要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過好幾次這種觀念哦 因為一般的投資人的話要累積本金啊 就我們是上班族 一般的小資組 那你累積本金的話呢 有一定的時間跟難度 你累積到了之後去投資 如果說不小心你的本金被吃了 出現虧損了 我想這個是正常 因為股票都會漲漲跌 但是如果虧太多或漲太多的 或虧太多 或者是說讓你本金影響太大的話 那後面還要再賺錢並不是這麼容易 就還要再時間去做累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有時候投資 不要傷到本金 或者是即使有傷到 傷少一點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其實啊 能夠幫助我們控制風險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賺錢再加碼 好 那我想大家到這裡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很多朋友一定在念啊 欸 可是 買了以後 我發現它漲了 但是大家一定會很歐嘛 要知道嗎 買比較多的 早知道我多買一點對不對 你買的少 那你就賺的少啊 賺的慢啊 你本來想要賺的快一點 好不容易看對行情呢 結果沒有賺很多 那不是很氣嗎 但是我一定要跟各位投資朋友強調是說 可是 那個是後面印證你看對了 但是如果說你正好 進場的時候你看錯 你買的時候呢 你就會賠的少賠的慢 因此我在先前的 這個影片裡面呢 我都跟大家強調一點 當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呢 我們都知道投資沒有百分之百的賺錢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掌握 所以當你估算 你的投資報酬率 或你的風險的時候呢 其實都要估算說 你可能進場 上漲的機率一半 下跌的機率一半 不是說進場以後都想說 一定會漲我一定會賺 我跟各位報告 連巴菲特都會散神 你再看看那些對沖基金經理人 他們在今年以來的話很多人啊 都還是虧錢的 那些人有的是 數學博士 有的是天才的這個專家 有的是得諾貝爾獎的 我跟各位報告 還是會有操作不順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投資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想說 我們一定會賺 我們可能會賺 可能會賠 但你賠的時候呢 要賠的少 而且不要賠太多 那你賺的時候呢 有賺 然後再擴大你的規模 這樣子的話 才是可長可久之道 好 好下來我們就結論是跟各位報告說 當你沒有辦法確定的時候 當你對這個行情疑問 你看的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你擔心 憂慮 好 焦躁的時候呢 那我跟各位朋友報告 先試盤 就我們講 投入部分的金額 而且金額不要太高 不能夠超過一半 通常來講試盤的話 可能是三成 好 可能是兩成 類似這樣子的 賺錢就加碼 因為你看對了 你買對了 你做對了 賠錢的話就減碼 再次的跟各位朋友強調 那我相信呢 當各位採行這個方式之後 你可能不會賺最多 因為你沒有去抄底 你低檔的時候 你沒有買很多 但是呢 長期下來的話 你的投資報酬率會穩定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抄底會失敗 有時候抄底沒有抄到 有時候抄底抄錯 有時候抄底抄到 會漲的結果沒有報到最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其實你的步伐會踩得比較穩健 財力比較穩健的話呢 那投資報酬率就會相對比較穩健 好 那麼這樣子就是可長可久的 投資知道了 謝謝你的收看 祝您投資順利 謝謝你